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比心疼下 清理扔掉 妈妈说 姥姥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以前别人送来的苹果 她总是攒到快坏掉才拿出来吃 记忆中吃的永远都是坏苹果 年节里没吃完的糖果 总是被姥姥当好东西攒着 特别的日子拿出来吃 但是最后不是被虫吃掉 就是到了夏天融成一滩 有一次气得妈妈哇哇地哭 吵着要吃好的果子 但是姥姥告诉她 先把坏的吃掉 把好的留到最后 后来妈妈总是这样说她 老太太一辈子没吃过好东西 吃得一直都是快过期的食物 吃东西对她来说 从不是享受 吃些坏东西 没有享受到好滋味 身体还跟着受苦 为什么不趁着食物 味道正好的时候吃掉呢 食物就是要趁着味道 最鲜美的时候吃掉 才不辜负它一路生长 开花 结果 到被制作出来的过程 那些被留到最后的美食 如果没有及时享用 要么就是快过期 不美味的食物 要么成为无用的浪费 好东西不必留到最后 趁它最好的时候享用 才是它本身最大的价值 漂亮的东西 不必等到特别的日子 有次跟妹妹整理旧物 她翻出一条白色棉布裙 摸了又摸 我看到说 这不是你小时候最宝贝的裙子吗 现在还像新的一样 妹妹回答 那可不 统共没穿过几次 这是姑姑当时 从国外的专卖店 买给妹妹的礼物 妹妹当时喜欢极了 她妈妈觉得特别珍贵 就放进柜子的最深处 只有最特别的日子 才拿出来给妹妹 这么漂亮的裙子 妹妹只在屈指可数的重要时刻 穿过它 后来妹妹小学毕业 哀求妈妈随便穿那条裙子 获得许可之后 妹妹兴高采烈地 把裙子找出来后发现 尽管她用尽全力 把自己塞进去 却再也穿不上了 妹妹又遗憾又生气 漂亮的东西 为何非要留到特别的日子 穿上它的每一天 难道不是特别的日子吗 就像穿不上的裙子一样 人们总是在等一个特别的日子 但却在等待的时候 蹉跎了时光 曾经最想吃的美食 等到终于可以吃的时候 却没有当时的哑口 橱窗里不舍得买的漂亮衣裙 等你终于下定决心 它却已经下架 年轻时一直想去的旅行 等过了几年 却早已没有当时的心情 德卡先生的信箱里 有这样一段话 漂亮的衣服等等在穿 好玩的地方 要准备好了再去 总把希望寄托在以后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生活没有任何改变 原来是我疏忽了 哪有那么多未来啊 有的只是现在 每一个用心生活的今天 本就是生命中 最特别的日子 想爱的人 不必等到最后 曾经听过一个哥们的故事 大学时期 小五喜欢班上的一个女生 但他太耸 不敢表白 女孩实在太优秀了 不仅学习成绩好 人还特别漂亮 说话细里细气 一看就是良好家境里的女孩子 小五每次见到这个女生 都紧张地说不了话 为了离女生近一点 原本学渣的小五 开始疯狂地学习模式 女孩平时喜欢去图书馆 小五一没事 也往图书馆跑 女孩喜欢的艺术选修课 对艺术一窍不通的小五 也报名了 等到期末考试的时候 学渣级别的小五 居然跃升到了年级前十 名字就排在女孩的后面 后来她们变熟识了 小五记得女孩曾经说过 喜欢她的人很多 让她喜欢的却很少 这样说着的时候 女孩看向了小五 但是小五却本能地躲开了 小五就觉得 自己或许应该更优秀才对 转眼两人都毕业了 小五还是没有告白 她拿到了不错的offer 去了一家很大的公司 等她奋斗几年 终于在她的城市 存够首付之后 她才敢拨通女孩的电话 女孩还是那么爽朗 她半开玩笑地说 那时候你怎么不表白呢 我以前也挺喜欢你的 但是下个月就是我的婚礼了 我希望你来参加哦 重庆森林里有一句台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每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 秋刀鱼会过期 肉酱也会过期 连保鲜值也会过期 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东西不会过期的 没有什么是不会过期的 连年少的爱情也是 我们总是以为爱情需要一个好时机 等我变得更完美就好了 等我变得事业稳定就好了 殊不知 无数个不可预知的将来 抵不上一个用心付出的现在 而就在我们犹豫迟出的片刻 命运这张无形的网 已经轰隆隆地将双方 退向不同的命运线 从此各奔天涯 越来越远 那些你以为的来得及 终究会成为命运大中上的一记闷声 并在多年以后 人就不断地发出一难平的回响 所以 相爱的人及时去爱 不要把最爱的人留到最后 如果凡事都等准备好 怕已经难有当时的心境 和感受了 有人问 怎样的人生 才能少一点遗憾 想到蔡兰说的一句话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 把日子过好的能力 在最想做事情的时候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 有时候 我们会问 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 吃得好一点 睡得好一点 多玩 不羡慕别人 不听管束 多储蓄人生经验 死而无憾 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一点也不复杂 千万别把所有的好东西留到最后 因为真正的珍惜 就是拥有的时候 用心 感受它的所有 买一件好看的大衣 最好的珍惜 不是把它挂在柜子里 而是穿在身上 遇到好看的美景 就要趁当下的时刻 全心地去观赏 去感受 遇到喜欢的人 也不必等到一切准备好 及时告白 才拥有美好恋情 记得看过一句特别有道理的话 幸福就像是冰激凌 拿在手里就那么一会儿 趁它融化前 赶紧吃掉吧 生而为人 存活于世 幸福短暂 美好一时 我们要做的 就是幸福来临的时候 牢牢抓住 而不是等到它溜掉的时候 凭空叹息 所以 想要的东西立马去买 想做的事情马上去做 想见的人立马去见 人生就是要诚信而去 惊信而归 才不辜负日日好时光